晚上做噩梦有素材吗 没有请看这里 这是一部童年阴影的暗黑动画 一双黑爪子正在制作的布娃娃 她在精致地缝制 制作好后 将布娃娃从窗口扔了出去 在一座粉色房子面前 卡洛林一家来到这里 遇到邻居男孩布恩 当然还有一只黑色的猫咪 看到卡洛林把玩的树枝 布恩告诉她树枝是有毒的 回到家中看到手掌真的红肿发炎 跟母亲诉说刚才的遭遇 妈妈却只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心情搭理她 爸爸也是敷衍了事 一心专注于小说创作 突然卡洛林收到布恩寄来的娃娃 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 恐怖的是眼镜竟然用钮扣的 回到屋子看到满墙的蚊子 红肿的小手满是液体 当卡洛林摆弄着桌上的水晶球时 布娃娃自己却移动了位置 拉开纸箱 背后竟有一扇嵌在墙壁上的门 软磨硬泡地让妈妈找到钥匙打开门 却发现是一组石墙 失落的卡洛林吃着爸爸做的黑暗料理 难以下咽 回到床上看着照片沉沉地睡去 半夜突然听见有老鼠的声音 顺着老鼠的引导来到白天的那扇门 竟然是一条幽深的隧道 隧道的尽头有一扇透着光的门 好奇心地驱使下 她爬了进去 而娃娃却死死地盯着她 通道的另一边竟然和自己的家一模一样 她大喊了妈妈 那个妈妈一转身 竟然没有说 只有两个女孩 而且还热情地招呼她去喊爸爸 另一个房间鬼爸爸竟然弹起了钢琴 她自己的爸爸本来就不会弹起 在诡异的气氛下 卡洛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鬼屋里竟然还有自己的房间 所有的玩具竟然都能动起来 照片里的好友竟然还和卡洛林打起招呼 鬼妈妈为她受伤的小手抚上药 在鬼妈妈的注视下 卡洛林沉沉地睡去 在鬼妈妈的房间里睡去 一觉醒来回到自己原来的房间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手上的疹子也奇迹般的好啊 为邻居B先生家送快递 古怪的B先生说着奇怪的话语 严肃地告诉卡洛林 不要进入到那扇小门 而卡洛林又来到 另一个邻居占卜婆婆家 看到卡洛林喝剩下的茶水 占卜婆婆掐指一算 多少有点危险啊 可是卡洛林还是对 昨晚上发生的事念念不忘 睡觉前放下食物 想跟着老鼠再一次 进入到鬼妈妈的世界 果然卡洛林进入到幻月洞天 鬼妈妈依旧在制作晚餐 来到后花园 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在黑夜发着光 一闪一闪照亮了寂静的夜空 鬼爸爸骑着螳螂车带着他兜风 吃过晚餐 鬼妈妈给他介绍一位新朋友 竟然是另一个鬼伯恩 鬼伯恩带他来到游乐场 爆米花 棉花糖 还有一场精彩的马戏团演出 鬼世界的B先生也出现了 这一切的一切让卡洛林流连忘返 在大家的注视下又一次地睡着了 看到地上的痕迹 卡洛林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回到现实世界 妈妈连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都不能满足他 这让他十分失望 他相信 鬼妈妈一定会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于是他再次拿起钥匙 前往那个虚幻但又那么美好的世界 鬼妈妈为他准备了一身新衣服 满桌的美食 简直一切都像是为卡洛林精心准备的一样 大剧院里的小狗似曾相识 舞台上表演了一个海鲜女下凡的故事 主角竟然是占卜婆婆 所有的一切竟然是那么的鬼 鬼妈妈接到他 告诉他想要永远地留下来 只要把眼睛换上钮扣 任何你喜欢的颜色都可以 想要留在鬼妈妈的完美世界里 就要把眼睛换成钮扣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吧 卡洛林被吓坏了 他终于明白 鬼妈妈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妈妈 而真正爱自己的妈妈 是不会挖去他的双眼的 他害怕地躲进房间 蒙在被子里睡去 希望第二天便能回到原来的家 但一觉醒来 外面的世界仍然一片昏暗 他发现自己还在鬼世界 无法回去了 迷茫地他气冲冲地跑出屋外 而这时鬼爸爸也变了恐怖的形态 吓得他满场飞奔 关键时候 黑猫出现了 抓到的马戏团老鼠也变成了黄鼠狼 拿起拐棍撬开门 鬼妈妈一改往日温柔地想起 变成了身形怪异 长相可怕的妖怪 看到自己以前吃的巧克力 也变成了大虫子 一心想要回家的卡洛林 被扔到一个房间里 遇到三个被鬼妈妈吸干的灵魂 只有找到他们的眼睛 他们才能轮回 鬼不恩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他救下 跑到邻居家求助占卜婆婆 并得到一个护身符 回到家中却发现大虫妈妈不见 黑猫却突然出现 他领着凯洛林来到镜子前 原来他的父母也被可怕的鬼妈妈抓走 并封印在镜子中 没办法 带好工具还有黑猫 准备和鬼妈妈殊死一搏 他和鬼妈妈打赌 只要是找到三只眼睛和他的父母 就得放过他们 否则他便甘愿被挖去双眼 花园里找到第一个眼球 鬼爸爸在谨慎的思维中放过他一马 剧场里找到第二个眼球 突然一双手握住他 吓得他魂飞魄散 抢过眼球赶紧顿走 第三个眼球却在B先生的脖子上 关键时刻被老鼠抢走了 黑猫帮助他拿到第三个眼球 卡洛林带着黑猫找到鬼妈妈 看到水晶球中的亲生父母 想要带着水晶球直接跑路 但是被鬼妈妈发现 抓起黑猫扔向鬼妈妈 扭扣也被黑猫抓掉了 鬼妈妈当时就怒了 屋子全部变成了蜘蛛网 张牙舞爪地冲向卡洛林 卡洛林拼命地往小门逃去 就在关上门的那一刻 鬼妈妈赶到 关键时刻三个被他救助的灵魂 帮他把门关上 没留意到鬼妈妈残存的一只手 飞快地从通道跑到家中 看见爸爸妈妈 发现他们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卡洛林决定将钥匙埋藏起来 预防鬼妈妈再一次地 祸害无辜的人们 来到森林 谁知断掉的一只手 从门洞爬了出来 正经随着他 卡洛林来到那颗枯井旁 准备将钥匙扔进去 却被鬼妈妈的手 扼住喉咙 好在骑士不恩及时出现 用石头捶浪了手指 然后将钥匙系在石头上 坠入了身不见五指的枯井 毕家人终于能到 愉快度过以后的生活 好了 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文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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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